出片中的人物名 好簡單喔 我知道啊 皮卡丘嘛 皮卡丘啊 他寫這怎麼辦 請翻版 請浦王彩樺對嗎 錯 答錯了 寫藍藍啦 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棒球小教室 就知道我們今天是來測試大家的腦力 究竟誰是樂天裡面呢 最聰明的 誰又是裡面的狼鼠屎呢 好不好 身為一個異想天開的主持人 需要極美貌 智慧身材於一身 就來看看今天的選手們 他們到底有沒有腦袋好不好 首先歡迎我們的第一號選手 吳苡萱 拍錄旋風 第二棒選手 曲藝 歡迎我們的第三棒 林莎 最後呢是不知道為什麼樂天知識王會有這個失業偶像的第四棒 陳詩洋 我們要先來解釋一下今天的賽制 怎麼樣 我CEO 你怎麼那麼高 硬高我們一截 我剛剛在轉過頭發現我要這樣看他耶 我都看得到你們的答案 對 我們要遮住啦 剛剛要不要遮住 你們等一下自己這樣寫好不好 好 今天呢留兩怕總共兩怕都是寫版題 好 每一截呢有10題 我們採積分值 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話 你就有5分 第二名就有4分 以此類推 好不好 想吃第一名有什麼獎勵 我跟你講 這個我幫你們爭取到了 第一名的話呢 會有 想 對 想吃什麼跟他們要 有2000塊的扣 重點是如果最輸的人有懲罰 非常可怕的懲罰 我的懲罰可以我妹來在執行嗎 不行 可以這樣嗎 可以吧 個人作業 個人單的 你怎麼你答錯他要被懲罰啊 我今天帶一拿來吧 好啦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進行我們的試玩題 好 試玩 先試玩暖身一下 暖身 好 你寫錯字沒關係吧 大家可以寫注音好不好 好 因為我應該也不會寫 那注音拚錯怎麼辦 注音拚錯就不行了 好 OK就不能 OK OK 這個沒有智商的問題 好 第一個試玩題 請寫出圖片中的人物名 好簡單喔 我知道 皮卡丘嘛 皮卡丘啊 好快 請翻盤 請捕王彩樺對嗎 錯 答錯了 我寫懶懶啦 我寫 我啊 那就是錯啊 我是錯嗎 誰知道你是誰啊 我啊 我在我這邊演的是我啊 你要回答自己的名字 對 我這叫懶懶啊 我有可能不知道 我是錯的嗎